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戴中立 右眼全盲 左眼视力比较低 我是一名专制网格员 以前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短跑运动员 我最好成绩是市里面第一 万万没想到 这次以一个乐手的身份 马上要参加亚长运会的开幕式 我是告诉我的两个孩子 妈妈要去上亚运会了 最喜欢的汪顺到现场去看她 真是太兴奋了 奶奶要上亚运会的大舞台了 容易很大 我们所有的乐器全是要足足做成的 两个鸟打架打一颗飞走了 飞走了 我们红尾大哥呢 今年已经55岁了 在我们这边童话来说呢 他就长了腿 平时呢 也不管有多忙 他都拼命地练习 人不累就嘴巴累 刚开始全部都抛在外面了 想了个办法 就在毯子中间跑 毯子一收 所有的房子都可以直接就倒到这边里面 听不到这个声音 然后呢 我们就用他的身体来让他感悟 吴云呢 是个茶笼 我听别人说啊 他儿子和爸爸呢 弄了一个天苏一样的乐谱 我听不懂 黑插的就是要敲下去的 圆的就是抬起来 就看这个东西就背 然后一遍不行就两遍一直往下背 经过筛选 最后真正能上呢 也才六七个 一边在等交集 一边在排练 心里面越忐忑呢 大家排练的激情就越高 就不停地加脸加脸再加脸 就听到我们入围的消息 大家都非常高兴 我们终于呢 冲亚成功了 瞧着自信 圆一个梦一样 很大的很大一个鼓 我希望用我的舞声 来鼓舞运动静儿们 我们这么小小一个乐谈呢 能登上亚常乐会的舞台 让我们非常高兴 让世界听到我们雄乡的声音 我们江南的声音 我们准备好了 好 好 早 spric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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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